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GChannel 我是竹子 英雄崛起期除了带来各种季节变动以及3月份的活动外 对战联盟方面也随之开启新的季节 到底在全新的英雄崛起对战联盟赛季中都有哪些变动事项 其中先是特殊赛事杯的举行时间 赛季奖励宝可梦或道具 对战热以及宝可梦招式等更新重点须之又有哪些 另外本季除了可以入手光亮的全套外观实装外 更有厉害一番与特殊招式学习器等待大家入手 针对以上综合更新变动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与大家组一分享 顺序方面会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从英雄崛起季的举办时间与奖励开始 然后进入各大赛事的对应时间与其规则 限制以及宝可梦招式更新 最后则会有两大特殊对战热的详情做收尾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订阅按赞 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所以先看英雄崛起季的囊括时间 分别是从3月2日星期四的凌晨已开始 训练师们登陆游戏后 首次开启对战页面 即可领取上一季的结算奖励 同时对战联盟级别也将会重置 本季提升级别的要求与上赛季相同 虽然未明确说明 但本赛季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在6月2日 接下来大家一定很好奇 本季的道具和宝库目奖励等的有哪些 我们这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 先说说级别提升保证遭遇的宝库目奖励 提升至1级是保证遭遇哈克龙 6级保证遭遇好坏心 金级别有芽芽 只剩级别有翁服 达人级别有年年宝 传说级别有面罩 摔角手皮卡丘 再来是一般遭遇奖励 主要就是根据训练师的级别不同 可遭遇的宝库目奖励也会有所不同 1级或以上有温香蝌蚪 小红马 电极兽 长刺欧马 三纳 6级或以上有盔甲鸟 青飘飘 11级或以上有大颜色 大舌头 拉普拉斯 迷你龙 好坏心 16级或以上有咖比兽 喜翠牛拉 花花小只 20级或以上有当前的传说团战头目 金级别或以上有芽芽 资深级别或以上有翁服 达人级别或以上有年年宝 继续看看道具奖励方面 外观实装的话 主要是以钻石 珍珠中闪到地区对战之塔的光狼时装为主 达到金级别可入手光狼上衣 资深级别是光狼鞋子 达人级别是光狼裤子 传说级别则是光狼的训练家知识 达到19基石 可获得一个厉害特殊招式学习器 赛季结束时还会有额外奖励 一个厉害一般招式学习器 另外较为投入的训练师 也可在商店免费领取 以对战为主题的现实调查入场券 现实调查主要会追踪训练师的胜场数 每线调查页面都需要100场胜利方可完成 普通奖励分别有少量星辰和道具等 特殊奖励则是400场胜利 可获得厉害一般招式学习器 500场胜利更有厉害特殊招式学习器 各大赛事的对应时间及其规则限制 这方面的资讯量有点多 大家也不用全部记住 稍微参考一下就好 毕竟我们在日后每周一的周更影片中 还会做重点提醒与补充 3月2日至9日有超级联盟以及奇幻杯高级联盟版 这也正是目前进行中的赛事 然后3月9日至16日有超级联盟以及四色杯超级联盟版 16日至23日有高级联盟以及超能力杯超级联盟版 23日至30日有高级联盟以及泰山杯超级联盟版 3月30日至4月6日有大级联盟以及小小杯 4月6日至13日有春热杯超级联盟版 13日至20日有超级高级大级联盟以及进化杯超级联盟版 20日至27日有超级联盟以及天气杯高级联盟版 4月27日至5月4日有超级联盟以及大师纪念赛 5月4日至11日有高级联盟以及小小杯 这次怎么那么多小小杯啊 11日至18日有高级联盟以及阳光杯超级联盟版 18日至25日有大级联盟以及元素杯小小版 5月25日至6月2日有大级联盟以及速成杯英雄崛起版 规则限制方面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超级联盟景线CP前5或以下 高级联盟限CP25或以下 大师联盟无任何CP限制外 而外的还包括大师纪念赛无CP限制 不可使用救急艺术传说幻痴宝可梦 不可使用进入茶油糖果强化过的宝可梦 奇幻杯高级联盟版线CP25或以下 只可使用龙肝腰精细 就用加热泥巴鱼狗帕路翁 四色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只可使用火水炒电系 泰山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只可使用冰地面岩石钢系 尽用聚找怪 春热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只可使用水炒尤金系 尽用好坏心 凉光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尽可使用一般火炒地面系 尽用喷火龙 超能力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尽可使用超能力系 尽用梦幻 小小杯线CP500或以下 尽可使用达到进化门槛 但尚未进行任何进化的宝可梦 进化杯超级联盟版线CP15或以下 尽可使用至少进化过一次 且尚可再次进化的宝可梦 如玉山家各种家鸟等 天气杯超级联盟版线CP25或以下 尽可使用火水冰岩石系 元素杯小小版线CP500或以下 尽可使用火水炒系 速成杯英雄崛起版线CP15或以下 尽可使用速成杯期间捕捉到的宝可梦 尽用幻之宝可梦 到这儿大家的脑容量应该也快耗尽了吧 这也是为啥刚刚先提醒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 不用特意去记住 只要记得热后梅周一来查看我们的周庚变斗影片 再来了解临近的特殊赛事杯重点即可 继续往下看 银球觉起的对战联盟赛季 终对哪些宝可梦得到了新的招式呢 这季可惜的新招式的宝可梦少之又少 其中包括可惜的特殊招式 暴音波的暴音怪 沙漠蜻蜓 藏伟林甲龙 可惜的一般招式 妖精之风的风妖精 以及可惜的特殊招式冲浪的胖嘟嘟 然后就没然后咯 最后看看本期的两大重点对战热 第一次的对战热将会是大家已知的光狼对战热 时间绕在3月25日星期六的凌晨12点开始 维持至通热晚上11点59分结束 特色主要就是以战斗主题的现实调查将会开放 完成后即可入手光狼的手套 像我一样平时懒得打PP浓分数 但又想要手套的 不妨可以借助这机会去快速入手 而另一次的对战热则是星星沙子对战热 时间绕在5月14日星期天的凌晨12点开始 维持至同热晚上11点59分结束 特色主要就是可以1美元购买战斗主题的现实调查 奖励包含更多的星星沙子 除此之外 以上两大对战热当天都有相同的奖励加码内容 分别为对战中获胜可取得星星沙子为平常的4倍 可参加赛事从原本的5组增加至20组 文心提醒这次除了光浪对战热的现实调查免费之外 星星沙子的对战热是需要付费购买现实调查的 另外暂时并未看到会像之前一样有送厉害招式学习器 如果没送的话 除非想要入手光浪手套或是想要爬分 否则大可直接忽略即可 不得不说这赛季的两大对战热也是有够烂的了 至此英雄崛起对战联盟赛季的全资讯也正式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虽说是新赛季 但大部分内容与奖励 基本与之前大同小异 唯一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各大特殊赛事杯的规则与限制 最近完成了英雄崛起季节的变更影片后就挺失落的 原本还以为支持的对战热 样有免费厉害招式学习器 可以弥补下心灵的空虚 结果迎来的却是双倍的暴击啊 对于本身就不太爱PP的训练师 之前因为对战热有送厉害招式学习器的关系 加减还得学一下 然而这季的对战热完全就是两坨米田共 估计可以直接忽略整季了 除非想要爬分或是免费光朗手套的例外哈 简单来说 新季的对战热门对我个人来说就跟英雄崛起季一样 根本就四个噩梦 报告完毕 收工 好了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大家看完后对本季的对战热门又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你下方留言分享讨论 影片做言论 结果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